号称是全台湾最大的花果盆栽展 2022年10月28号开始 就在台南市新营区明治市政中心的南一堂扩大举办 我们就到现场看看它精彩的情况 这一次2022年的台湾花果盆栽展 光是树种就有25种之多 数量高达106件 总共有160颗 可以说是有多元化的树种高水准的质量 表示台湾的花果盆栽已经受到全世界的喜爱跟肯定 这一次光是九重格就有60多颗 而且花王就是由云林县花龙薛石柱所栽种的九重格得奖 花后也是九重格 可见九重格目前在台湾的花卉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夯 其实九重格在这个季节其实它就是花季啊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像这样满花 你看都看不到任何一个这个叶子 这个真的得总冠军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它除了这个平常的肥料的控制 还有这个水分的控制 还有阳光的这个照射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花果盆栽展一开始就由热闹精彩的音乐跟舞蹈展开序幕 主办的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理事长张建一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东南亚的盆栽只能透过网路展示 但是经过了现场举办的活动 加上亲民经济的价格提供给业者跟民众买卖跟交流 也带动了台湾盆栽产业的发展 一般看到就是常立 要看到有花有果的 只有全台湾只有我们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 几年来都是因为要靠地方跟市政府 还有民意代表 所以他们都在协助 帮助我们这个花果盆栽协会 可以创造可以更发扬光大 主办单位的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 相当感谢政府多年来的支持跟协助 今天的开幕是市长夫人还特地到场致辞 许多民意代表跟地方人士也都前来参加 让整个花果盆栽现场热闹滚滚 希望将来能够透过媒体跟网路行销 推广跟交易花果栽培的记忆 提升为国际水准 让台湾盆栽产业能够更加茁壮 为台湾争光 记者程文旭 萧朝全台南报道